马铃薯,这个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食物。 减肥的人视他为热量炸弹,但爱吃的人又觉得他比米饭健康。 他到底是生堂高手,还是营养主食? 别再凭感觉猜了。 就在最近,哈佛大学一项涉及超过20万人的大型研究, 发表在了世界顶级医学期刊《英国医学》杂志上, 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研究的核心结论就是,马铃薯是敌是友,完全取决于你的烹饪方式。 首先,研究点名的黑名单头号选手,就是炸薯条。 当马铃薯被切成条,扔进高温油锅里, 它的碳水化合物会变得极易吸收, 吃下去就像坐上了血糖过山车, 会给你的胰岛系统带来巨大冲击,长期下来,糖尿病风险自然飙升。 但神奇的是,同样是马铃薯,换成水煮,烘烤,或者做成马铃薯泥, 它对血糖的影响就温和多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这些烹饪方式能更好地保留马铃薯中的一种宝贝,抗性淀粉。 它就像是碳水的缓食胶囊,不仅升糖慢, 还能为保你肠道里的好菌,简直是一举两得。 当然,研究还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更有解。 数据显示,无论怎么吃马铃薯,如果能把它换成全穀物, 比如把一部分马铃薯泥换成燕麦或糙米, 那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效果会更好。 最后,再免费教你一个让马铃薯更健康的小技巧, 把它放凉了再吃。 冷却的过程会让马铃薯里的抗性淀粉含量大大增加。 所以,放凉的马铃薯或者隔夜马铃薯其实是更健康的选择。 所以,别再冤枉马铃薯了。 真正决定它健康与否的,是你对待它的方式。 记住,很多时候,没有垃圾的食物,只有垃圾的吃法。